蒋介石临走见杜月笙最后一面,到底安排了什么事情? 蒋家王朝甚至早期社党都跟青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, 蒋介石和杜月笙之间也有许多隐晦的秘密,至今两人的传说还在民间流传, 事实上在抗战结束之后,志得意满的蒋介石就已经着手抛弃杜月笙了, 比如违背了给杜月笙上海市长职位的承诺,还组织媒体大肆抹黑青帮, 因此杜月笙才会发出叶湖理论的牢骚,不过1945年4月, 国民党在东北、华北的战士一再失地,蒋家王朝的败落已成定局的时候, 蒋介石突然造访上海,见了杜月笙最后一面, 那么这一次见面蒋介石对他的老朋友究竟说了些什么呢? 事实上蒋这一次来上海只见了两个人,除了杜月笙之外, 另一个就是汤恩伯一番勉励的客套话之后, 只是汤恩伯要把上海变成第二个斯大林格勒, 无论如何也要守住这个远东经济中心, 看起来好像蒋对汤恩伯信心满满, 可是见过汤恩伯之后,蒋有头就来找杜月笙, 杜早就对这个被信弃异的家伙失去希望了,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,蒋介石这一次突然造访, 是想让青帮帮忙劫略中国银行。 之前蒋介石制造了昭明的金元券骗局, 就是用一大堆废纸, 从老百姓手里骗取了大量的黄金, 随着前线屡战屡败,大量的资本外逃, 金元券没撑几天就彻底崩溃了, 随后李宗人上台,万念俱灰的蒋介石开始准备撤往台湾, 可是他突然发现, 原本存放在国库里六百万盎司的黄金, 随着宋家和孔家一起消失不见了, 蒋介石一下子像疯了一样, 急需大量的黄金压相抵, 因为他不可能空着手去台湾, 国库和江浙财团都已经靠不住了, 万般无奈的蒋介石只能使用最后一招阴毒的手段, 那就是继续向老百姓下手, 当时中国仅剩下的黄金, 就是还对国民政府抱有希望的老实人, 存放在中国银行的私人黄金, 于是蒋介石终于想到了一个最适合干这种事情的人, 那就是杜月生, 他此行前来的主要目的, 就是想利用杜月生和青帮, 在上海的影响力, 为他执行这最后一件任务, 于是在1949年5月的一天夜里, 一艘破烂不堪的货船, 停靠, 在上海外台码头华帽饭店的对面, 从上面走下来一对码头苦力, 这些人虽然穿得破烂不堪, 但是阵容整齐, 不乏稳健, 一看就是正规军假扮的, 他们井然有序地来到中国银行的金库大门口, 早就被收买的银行职员悄悄打开了金库大门, 他们鱼贯而入, 把随身带着的扁蛋装的沉甸甸甸的, 然后在昏暗的灯光下, 一队像鬼魅一般的苦力队伍, 挑着沉重的扁蛋, 悄无声息地穿过警戒区, 回到那艘破烂的商船上, 这件事本来干得神不知鬼不觉, 但是却有一个住在附近的英国记者, 因为熬夜赶稿子听到了一响, 他小心地打开窗子看到了这一幕, 然后他马上静静地向伦敦发去了一条电报中国所有的黄金, 正在被最传统的苦力搬运悄悄运走, 几天后杜月生也暗淡地离开了上海, 又过了几天, 解放军打进上海时, 银行里究竟失去了多少黄金, 谁也不知道了, 只知道那几天上海出现了很多神情呆滞, 到处游荡的人, 他们一方面被蒋家王朝出卖抛弃, 一方面被新政权视为资本家, 最后连一张取香港祸汉口的船票都买不起。 一方面被蒋家王朝出卖抛强, 来自家王朝出卖来就有大事位, 有一 하기检查本期带, 便是权物到华王朝出卖了, 一方面被蒋家王朝出卖了,